欢迎收看直播吧聚焦东盟 早安你好我是Cindy ixinray 东盟十个国家的领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 是完全没有在闲着的 因为他们聚集在泰国曼谷 参与了第34届东盟高峰会 那泰国呢就作为这一次的东道主 因此这次会议是由泰国的首相巴育来主持 主题就是先进的持续伙伴国关系 希望通过这个方法呢 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东盟团体关系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落后 那在昨天上午进行的开幕典礼上呢 十个国家的领袖包括了 我国首相敦马哈迪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 叶尼总统佐科威 还有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姬等等 他们呢都在台上共同呢 是抿下了一个电子球 随后他们就两臂交叉的握住了左右领导人的手 摆出了一个标准的东盟姿势 那东盟十国呢 在这次的峰会上是通过了曼谷宣言 反对进口大量的塑胶垃圾 以及电子废物来降低海洋污染的情况 避免东南亚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厂 那根据了解中国呢 原本就是全球进口最多洋垃圾的国家 是占了全球接近一半的产量那么多 那在两年前2017年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就宣布禁止进口洋垃圾 希望可以拯救中国的这个环境 而这些垃圾呢 突然间没有了一个目的地嘛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变成是由东南亚各国进口 导致像印尼啊 菲律宾还有越南以及泰国 都成为了仅次于中国的严重海洋污染国家 而我国马来西亚呢 其实也频频传出洋垃圾污染事件 那因此呢 这次各国就同意要加强相关的法规 并且会跟公司部门 以及国际就积极的合作 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减少海洋垃圾 那在这次的峰会上呢 东盟各国也再一次强调 支持包容透明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 而在这个峰会的主席声明当中也有提到 当前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的势头不减 继续是损害着世界经济 威胁多边贸易体制 那东盟对此呢 是依然感到很担忧 因此有必要保持并且强化争端的解决机制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独特机制 那另外呢 全球经济处于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嘛 不确定性啊 还有挑战也都跟着变多 因此呢 东盟各国领导人也一致同意 今年内会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的谈判 以重振各国的国际贸易 并且呢 是敦促相关的各方一定要加倍努力 一起来实现这个目标 同样也是发生在泰国的消息 那为了打击二手烟的互害呢 泰国政府最近就把家中吸烟的这个行为 是列为了危害家人健康 等同于家庭暴力的一个罪行 那这项新的法案呢 预计就会在8月20号正式实施 那调查就发现 泰国呢 是有高达490万户的家庭当中都有烟民 大约是1000万人是被迫在家中吸入了二手烟 那去年呢 就有超过5万人是死于吸烟所导致的疾病 促使泰国近年来呢 是采取了各项的措施来管制吸烟的人数 包括说把合法的吸烟年龄从18岁提升到20岁 并禁止在沙滩啊 公务中心以及机场等等的公共地方吸烟 那即将上路的这个呢 就是2019年家庭发展及保护法案 这个就规定呢 假如民众发现自己或是家庭当中 有一些成员的健康被二手烟所影响 尤其是涉及儿童或者是患有哮喘的家人 他们呢就可以向官员投报 那当局就会派人去进行调查 以及采取法律行动 那一旦吸烟者是被裁定罪成的话呢 法庭可以命令他们禁止在家中吸烟 或者是参与禁言的疗程 那尽管这个新法案呢 就是预计还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上路 可是呢 泰国当局却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相关的这个罚款啊 或者是惩罚的准则 因此呢 不少的当地人都质疑 这一项新法案的实际执行方式 那今天是星期一 聚焦东盟呢 就有去坛大马单元 要带你一起认识国内有趣的地方 哈喽你好 我是Cindia欣睿 去坛大马今天要跟你一起发掘 吉兰南尼一个特别的小地方 它的名字叫做道北通巴 那这个地方呢 之所以很特别 是因为它跟泰国只有一水之隔 所以无论从语文啊生活习惯还是饮食等等都是充满着浓浓的泰国味道 形成了独居一格的风土人情 那很多人都说来到这里呢就仿佛去到了泰国旅行一样 尤其是这里随处可见的佛寺还有庙宇等等更是受到了泰国风格的影响 这里呢也有东南亚甚至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佛像 而这些佛像呢从握着坐着到站着的都有 所以来到这里呢 毕竟可以感受到泰国的庙宇文化 那来到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看到啊路边有不少人在卖着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叫做Cow Jam 其实它就是吉兰丹仙罗人的传统饭食 Cow Jam呢在泰国的意思就是杂饭 它没有任何的中文名字啦 但是外地人呢为了方便记住它 看它的外表看起来绿绿的 所以都会叫它清夜饭 那另外在道北的潘台阁亭也有一个每年都会举办的大型活动 Colantan International WoW Festival 那在这期间呢就可以看到来自我国各州啊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参加比赛 或者是展出自己的大型风筝 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吉兰丹的Toon Pad吃吃Cow Jam啊 参与庙宇或是看看漂亮的WOW 来感受浓浓的马太文化大杂烩 新报The Star 大马毒楼的毒品交易 国际贩毒组织利用年轻大马人充当毒楼 令本区域毒品泛滥成灾 Rage青年记者的团队跟香港的反毒教会组织合作 揭露贩毒集团的手段 其中包括以免费旅行 还提供2000令吉零用钱 又获一名16岁少女运毒 而当少女抵达机场时 被告知需要穿上一对特定的球鞋出发 她抵达香港机场之后 因为从鞋内发现700克的海洛因 而被判坐牢20年 新州日报 空污恶化 62人送医巴西古当16所学校停课4天 柔佛新山巴西古当空气污染事件恶化 昨天又有三家学校 一共62名学生出现呼吸困难和呕吐的情况 教育部随后宣布 当地16所学校从今天开始停课4天 直到星期四6月27号 南洋商报 星星上市迎战中国电商 创业30年 每年营业额达到12.6亿令吉的星星电器准备上市 该公司的董事经理就透露 选择这个时候上市是因为来自中国的五大电商准备进军大马市场 让这家本地最大的电器行不敢掉以轻心 好好的迎战 中国报 向发签证公司收贿 前部长近期被控 版堂物委员会的消息指出 国内一名前任资讯部长涉嫌向 获得内政部独家代理权 发放电子签证和外国签证的公司收取贿赂 近期内将被提供上庭 光明日报 母子遭到割喉 在槟城一名61岁男子怀疑55岁的同居女友变形 前天深夜双方大吵一架之后 男子突然拿刀攻击女友 而女方的21岁儿子在混乱中受了伤 他事发之后拍下影片向朋友求助 光华日报 同居多年以私令结新欢 怒难挥刀砍母子 槟城一名老汉因为怀疑55岁的同居女友令结新欢 醋意大发 昨天凌晨在住家内拿出菜刀砍向女友的警像 女友的21岁儿子为了保护妈妈也被砍伤 两人紧急送院抢救 嫌犯也被警方逮捕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聚焦东门为你准备的内容 明天继续收看10点30分在988的Facebook上面 我是Cindia欣睿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点儿 赶 주美мет 打给现在